大家好 看到一个笑话 我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他说李铁是在我们 荆州市纪委省的 李铁就是足球总教练 他说省了13天 才开始交代 他说前面12天 意志坚定 为什么都不说 咬死不说 省他的人呢 半人员都快逼疯了 突然有个人关注到了一点 你无论问他什么 他都在吹头发向上吹 这样 他说吹 到了第12天的时候 把他头给剃了 看你怎么吹 纯粹就是那种 报复他 折磨他的那种心理 不能用心嘛 毕竟也算个 不大不小的人物了 然后踢完光头之后 第二天再省他 他就崩溃了 就网传的他一张光头的照片 虽然是PS的 但好像还是有信息来源的 现在还是比较惨的 他老婆把钱带着出国了 然后国内要他回来 退赃减刑 结果没等到退赃 等到了离婚 离婚 还想退钱 退那么多个亿回去 减个十年又怎么样 出来你十年 挣得到那么多钱吗 再说了 你从那个总教练的位置上 掉下来 你还有挣钱的本事吗 还有那么来钱的本事吗 渠道吗 所以他老婆说离婚 钱反正你倒手了 换个年轻的嘛 是吧 二十年出来 你在里面不一定能活二十年 说心里话 你要不是说那种 五星级监狱 普通监狱的话 你不一定活得了这么多年 是吧 搞不好五六年就整整废了 很多从监狱出来的人 都患那种肝癌什么的 这个我倒是知道 知道一点 他说那个粮仓啊 就是那种乘粮 两年三年的乘粮 他怎么办呢 一部分处理给工业 一部分那就 拿给监狱吃掉 或者火车站啊 什么快餐店啊 这些地方就买 超便宜的那种 放没了嘛 是吧 这个 你想得到的 很多人 很多人监狱 坐着坐着牢 癌人了 你说监狱 他妈的清汤寡水的 怎么可能吃出癌人吗 都是这种 发霉的东西吃出来的 这个 不吃多了 然后下面有一条大新闻 昨天晚上发布的 4月2号晚上发布的 广东出台行动方案 动员三十万青年 组织十万青年 下乡帮扶 联系服务十万青年 返乡实践 培训服务十万青年 提升 提升新乡技能 新生的 新旺的新 新乡技能 哎呦 新时代的 上山下乡就 就就 这样浩浩荡荡开始了 广阔的天地 大有作为 这就是 当年上山下乡 也是因为什么 那个 城里没有工作岗位了 然后就 组织这些人 下乡 要不下乡 你又没工作岗位 天天在这里干嘛呢 闹事嘛 偷枪 他就怕了嘛 然后就赶到乡下去 这个 又来一轮下乡 这也很简单啊 外企都跑了 配套企业也没有业务了 外贸又 又腰斩了 工厂都停工了 没那么的工作岗位了 那怎么办呢 忽悠你们下乡嘛 是不是 组织十万青年 下乡抱负 这十万是指的 成立十万 联系服务十万青年 返乡实践 这十万是 原本就是加上的 培训服务十万青年 提升 新乡技能 这十万 刚毕业的学生 或者说 还快要毕业的学生 多有针对性呢 新时代 上山下乡 开始了 这是新年大龙春剧 广东的做法 比 比那个 东北啊 那一块都 都还算斯稳 那边就是 直接就是 清理边外人员 对吧 连通那个 这里面还有一个 浙江州山 不富 但也不穷的一个地方 清理边外人员 连那种 通过人才引进的 高端紧缺人才 都不能幸免 因为没编制嘛 你就走人嘛 当年很多都是 拖廊带口 才引进来的 高端紧缺人才 现在开始清退了 不是硕士 就是博士 甚至富高的支撑 从东北开 这个 这个清理是从东北开始的 一直到这个 慢慢估计 会到 沿海城市 这个都跑不掉的 因为要缩展开支嘛 其实 边外人员才是真正干活的 边内的才是他妈的那种 托家 那种托关系 群带关系带进去的 之前东北清理的边外人员 都说 边外都是不学无数的关系户 其实恰恰都 不对 边外 都是 干活的 边内才他妈不干活 不要搞反了 连政府引进的高端人才 都要开始失业了 这帮人都是三四十岁的 现在都改成 一个月以前 合同 给点过渡期 然后慢慢的往企业推 然后挤着这些人走嘛 可以感受得到 现在的情况和形势 都不好 然后下面这个信用更有意思 央视网默默地删除了 此前发布的一系列造福视频 这些有什么 海归硕士回家种 施加果 两个妙招让他粘入八百万 广西大叔一招 变 一招让那个果园变香甜 一年赚百万 这什么果 看不清 把酸果变甜果 一年赚百万 丹东大哥种植白草莓 有绝招 年入超千万 大哥养殖危险 狐蜂年入四百万 然后小伙伴用杀猪剂 高品质柑橘 一年卖两千五百万 四川大哥用花盆种草莓 一斤卖一百元 广西夫妇做片状辅足 一天收入七八百 退伍老兵 荒山变金山 一年卖两千万 通通删了 还有那个 前几天还有一个什么 日赚九千的那个摆摊 通通都删了 为什么删 我们分析后面这个原因 你他妈主流媒体天天宣传 哎呀 别人的日子越过越好 是不 越过越甜 越过越有盼头 而有些人呢 连那种三千五千块钱的工作 都找不到了 甚至被辞退了 然后一反差 别人说变好 为什么我这么努力 我还变差 我还过得这样 过了这样的生活 然后就会 报复社会 你看 昨天 二号 一号晚上 当街砍 砍人 发生在重庆 然后发生在那个什么 什么地方啊 开车 邯郸还是什么 河北一个什么地方 别开车撞人 然后叫进澜湾 他还丢炸弹 丢雷管出来 炸死六个 还是多少个 伤了十几个 这些都是这种反差造成的 你明明 明明所有的人 真实情况就是 所有 就绝大多数人都是 这两年的日子 都是越来越苦 越来越苦 而媒体却在 不顾事实的宣传 哎呀 这个人 一年挣几百万 那个人一天挣大几千 那真实情况的人 他会他看到这些新闻 就是那种不太聪明的人 他看到这些新闻 他就会想 我这么努力 为什么 连份工作都找不到 为什么欠一屁股债 为什么别人能挣几百万 他就那种落差 心里落差一大 心里容易扭曲 知道吧 这样特别是 特别是年轻人 三四十岁的 老家父母不懂事 特别是老家父母 一看新闻 人家挣几百万 你 你连个房子没有 连个车没有 老婆都没有 然后 就是这种多方面的压力嘛 很多人他就会变扭 心里就会扭曲 就往后中国啊 这种往后两三年啊 这种包覆社会的事情会 只会越来越多 就是媒体的宣传啊 真的是不顾事实的 瞎边乱造 把那种 幸存者偏差的东西 放大成那种 好像是普遍性的事情的 也许真的有人 创业挣了几千万 他那是 几千个几万个人当中 有那么一个 甚至十万人 有那么一个 不得了了 就大媒体 天天就放大这种事情 不关心那种 活不下去的 就把那种 找不到工作 睡马路的人 完全边缘化 就是无视他们 所以人家就会 你既然忽视我 那我就来找点存在感嘛 精神病人 就是这样产生的嘛 就是大媒体啊 他们可能也感觉到了 所以悄悄把这些视频删了 央视网啊 主流媒体的一哥嘛 是吧 他们天天播假新闻社会 所以对一个社会 短时间 你可能不会有一点作用 时间一长 是吧 你说大家生活都在慢慢慢慢变好 你夸大一点 虚假宣传一点 夸大一点 都可以理解 大家生活明明都在变差 你还在宣传 别人怎么怎么好 这就是 这就要出问题 你知道吗 还是那句话 是不是 你听上去都很离谱 但毕竟在中国 哎 很正常 很正常 这媒体啊 真的是无语了 哎 今天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